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如今那些想要黑发的人看来呢 就是他们面对白发问题的内心写照 快节奏的生活 巨大的压力 加班 熬夜 饮食不规律等等 让不少中年人 甚至是年轻人变成了早白头 导致有的人每天起床都不敢照镜子 生怕又从镜子当中发现多出了两根白发 那面对白头发呢 直接拔 哎呦 怕越拔越多 想染发呢 又担心这染发剂含有致癌物伤身体 这白发问题该怎么办呢 前不久 网上突然有所谓的中医专家发布了视频 号称有秘方能根治白发 这是真的吗 毛化的生机根源在于肾 养分在于血 血在于肝 而肾于肝归于五脏六腑 而脾胃将食物化成营养 来继承五脏六腑的运作 所以说调以白发是需要全方面的温饮调理 这是网上一名自称中医专家的隋主任 对于白发成因的分析 是不是有种云里雾里高深莫测的感觉 在自我介绍中 隋主任表示 自己曾在三甲医院担任主任医师 对调理白发有着三十多年临床经验 大概是在今年三月份 我上网看到了隋主任的视频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我就想着我的白头发问题 这次终于是找对人了 今年38岁的罗女士 在三年前突然发现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 在很短的时间里 白头发就从偶尔的一根两根 变成了肉眼可见的一大片 这让罗女士有点接受不了 白头发多一点就特别显老 搞得我一下子就老了十几岁 这我怎么可能接受呢 虽然我老公还有朋友都说 有点白头发很正常 但是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这一关嘛 然后我就试着染发 染一次呢能遮住一两个月 染发成了罗女士对抗白发问题的发宝 各种颜色通通试了一圈 可是染发次数一多 后遗症也开始出现了 染发的频率降下来 也就意味着 罗女士有最少一个半月 白头发处在无遮挡的状态 这种变化让罗女士越发 为自己的白发问题感到焦虑 她就开始尝试各种办法 来解决白发问题 核手屋啊 芝麻丸啊 黑发精华 各种治疗白发的方法 我都用过了 正规医院也去了 医生也是开了实疗的方法 让我调整作息 其他就没有了 所以看到隋主任的视频 我才会特别有感觉 就这样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罗女士私信了中医专家隋主任 对方表示 罗女士的情况 对她而言 那是小菜一碟 根本啊 就不用担心 并且呢表示 只要遵循她的教导用药 60天之内 就能恢复一头的乌黑秀法 还邀请对方到广州 她开设的中医传承馆来体验 那罗女士说了 我自己身在上海啊 不太方便到现场 隋女士提出 你可以网上问诊啊 对于线上看病 罗女士本来是觉得有点不靠谱的 可是网上问诊开始之后 隋主任事无巨细的问询 各种情况的分析 让罗女士倍感信服 隋主任问的相当详细 什么家族遗传啊 以往的病史啊 现在的身体状况啊 工作强度等等 就会问这个消费者 平时的生活 这个生活作息啊 还有这个饮食情况啊 然后那个就是 会有一点血寒问暖的感觉 她讲的是 我是来给你治疗 我要看你个人的情况的 一对一的检测 看看你是哪里的问题 然后要针对性的 给你进行产品定制 那么让这些人都误认为 她是被医生诊疗过的 线上问诊结束 网络那头的隋主人表示 她还要进行一个远程毛囊检测 让罗女士网传了一张头部照片过去 很快对方就回传了一份 所谓的仪器生成的检测结果 那就销售员拿到这个消费者的图片 然后自己找上网去找一些 把成功案例的图片 然后P2P到一起 弄一个这种检测报告 站在常人的角度 那个已经放大到那个毛囊 那个根部那个位置 大家头皮都大同小异了 你也不知道它具体在哪个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去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你自己的头皮检测 毛囊检测报告显示 罗女士白发问题是毛囊堵塞导致发根黑色素细胞无法扩散 据此 中医专家随主任开出了一份白发转黑发产品套餐 其中包括预发中药膏 流传金方茶 理疗足贴等产品 第一个疗程的产品包呢 我花了大概2180元 有机来的东西很大一包 喜护啊内服啊外服都有 套餐价一千到两千不等吧 看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或者说是为他们量身定造 个性化定制的 是诊断下来应该用哪种套餐 有一千的有两千的 消费者按需选择 罗女士按照所谓中医专家随主任给出的使用方法 把买到的产品逐一使用了一通 半个月下来 她发现这白头发根本就没有丝毫缓解 罗女士呢 就想找这个随主任问一下情况 但是她这个时候发现随主任竟然失联了 而罗女士不知道的是 并不是随主任不想答复她 而是她被警方给抓获了 其实罗女士在视频里看到的中医专家随主任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是有人找了演员演出来的 他们找的一些医馆 医师都是找中业演员拍摄的 他们的场地名字也会时常更换 有时候叫赵氏 有时候叫戴氏 他们一年多以来 撤案金额已经高达一千多万余元 这个所谓随主任的背后 是一个五十多人的犯罪团伙 头目是吴鹏吴辉兄弟二人 警方集中抓捕当天 吴鹏潜逃在外 吴辉就成了这次盗案的级别最高的主犯 你在这个公司里干了多久了 不到一年吧 不到一年 那时候是因为在家里蛋糕店上班了 然后工作不稳定 然后刚好我哥结完婚 然后就把我带上来 最开始到这个公司你做什么事啊 刚进这个公司你干嘛 做业务员 就负责销售的 就卖这些洗发水这些 吴辉今年只有22岁 面对检察官 他唯唯诺诺表现的就像是一个涉事卫生 刚入职场的小白 他说自己只是哥哥无捧的传声筒 靠着亲属关系混了一个可有可无的 拿钱不干活的岗位 他们有什么问题都直接找老板 那你负责啥呢 他找你们对接对接哪些 我就负责对接引流 就引流工作 我比他们工作的时间都短的 如果因为主要就因为我哥是老板 然后就跑我提上来做主管 那我也没有做什么 然而检察官审阅案件资料 综合各方口供 发现这个吴辉在诈骗团伙中起的作用可不一般 他是诈骗团伙正儿八经的二当家 他因为是老板的弟弟嘛 所以大家也都比较幸福他的 就是下面的人都是归他管理的 包括画书单的改良啊 包括这个问题 日常的这种销售问题上面 怎么解决也是参考他的意见的 那么他具体呢 就是会管理这个人员 然后会发放工资 然后也是从中获取好处的 所以认为我们认定他是主犯 白发转黑发 是吴家兄弟两个和几个团伙高层 一开始就确定的诈骗方向 他们在网上 打着中医专家治疗白发的旗号 到处引流被害人 一旦有人加了所谓专家的微信或者QQ 团伙里负责聊天的业务员 就开始拿着诈骗脚本实施诈骗 对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就进来老板就说啊 他说很简单 就对着对着货本 货本去聊就行的 他说你也不用你去想什么 他说有有东西跟你聊 你说他说你就复制就过去就行了 白转黑犯罪团伙的诈骗话术单 可谓事无巨细 被害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 在诈骗话术单 基本上都能找到答案 我们就来看看 一旦被害人对产品效果提出担心 诈骗话术单上都有哪些应对方法 隔行如隔山 别的知识我可能没有你懂 但是我在从事白发行业这么多年了 专业技术都是非常成熟了 是不会拿你或者其他姐妹开玩笑的 姐妹 效果不是担心出来的 你不踏出这一步去做调理 你永远感受不到效果的 就好比给你一样好吃的东西 你要去吃了 才能感受它的味道的 效果也是一样的 你要去用了 才能感受到的 请相信老师一词好吗 也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你的决定一定带给你美丽 和更好的气质回馈你的 一定让你恢复满头黑发的 这仅仅是脚本给出的前三个回答 而类似的回答还有四个 这也就意味着 被害人和业务员交流的每一步 诈骗话术单都有多种话术来应对 如果被害人提的问题太过新奇 角度太过刁钻 这就是要发挥整个诈骗团伙的力量了 有没有些什么突发的情况 因为这个问题答不上来 这个本子上没有的 那这个的话 一般我们都是提交给 上面的领导 让他们帮忙出底的 因为他们做的基本上都熟悉的 如果他们不懂的问题 我也不会懂的 他们不懂的都是老板帮忙进来 所以为什么这个案子我们定的是团伙的共同犯罪 而不是业务员的个人金额 其实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是提供了实质上的帮助的 如果有一些部分的业务员 如果遇到了一些不知道怎么回答被害人问题 大家会互相沟通互相交流 其实就是在进行一个实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撑 靠着精心准备的诈骗话术 白发转黑发的诈骗团伙就昧着良性大肆作案 被引流进来的被害人 被业务员是一网打尽 为了骗到更多的钱 诈骗团伙又策划了所谓的复购 对同一名被害人进行二次三次的多次诈骗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 之所以被害人遭遇重复诈骗 起因竟然是 他们发现第一次购买的白发转黑发产品没有效果 其实它还有个二轮销售三轮销售 那么其实针对产品本身可能没有任何变化 它只是包装化了一下 就告诉你 你前期用了我们这个第一套流程 第一套的治疗这个周期不是没有效果吗 那么你继续治疗我们第二次的这个疗疗过程 就是第二次可能价格要翻倍 但其实产品没有变化 但是要被害人不能看起来没有变化 所以产品包装就换一下 产品无效是被害人身体这里那里有问题 使用升级款产品就能解决问题 再次无效就再次升级 而每升级一次 被害人就要付出比之前一次购买多一倍的费用 购买 无效 升级 再购买 形成了一个诈骗的循环 只要被害人不死心 诈骗就一直继续 犯罪团口就是从他那查找的就是各类各类的商品 对对 被害人如果只付就第一级就他只掏了一千或者五六百块钱的话 他是获得哪种 他只拿到这一份 对对对 如果这一份吃完了没有效果 使用完 使用完这一份没有效果 这一份没有效果了 反应说没有效果 他就会再推荐 换升级版 对 我看这个好像 这个美丽念堂好像这个相对来说价格比较贵 对对对 这个也可能他因为后面还有什么升级版第二级的第三级的 就是后面有个两千的三千多的这种 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 可能里面的成分啊 包括东西呢 就是换个包装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把这个包装换掉 完了之后就是重新打包再卖 实际上这两种有可能就是内容是一样的 内容物一样的 价格翻了一倍再卖 因为原因就是因为跟你说效果不好 那我们就拿一个功效版更强的 在检察官办公室 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 从犯罪嫌疑人那里查扣的黑发产品 他们都有着精美的包装 看起来特别的高大上 这些产品都是合规的吗 这些产品都是装自豪 就是正常生产的 就是厂家的 厂家是合规的 都是正常上市的产品 对 但是就等于老百姓可能一般性也买不到 就是平常常他在市面上销售 在超市里可能也不大容易接触到这样的 对对对对 因为超市里面还是卖的像正常的例子 你洗头发高吗 可能就海菲斯 他也不可能在后面备注 海菲斯说我有白发转回发的功效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要卖这种常见的 也不会有被人相信 就是因为这种东西 被人也没有见过嘛 所以他误以为他们说的都是属实的 有这个功效 就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神奇的包装 标新立异的 看上去好像神神秘秘的 对因为跟市面上这种洗发水 还是感觉包装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就是弄的 然后被害人就相信了 经过调查 诈骗团伙采购的美发产品 进价基本都在80多元 然后他们卖给被害人的价格是一两千元 一进一出 诈骗团伙获利空间高达十几倍 甚至是20倍 生产厂家出来的包装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来的 那么他们的需求有的时候是 生产厂家是不能满足的 比如说他们要求生产厂家 在这个包装上直接注明白转黑 那生产厂家是直接预计决的 生产厂家说我们没有这个功效 我们就是个化妆品 根据化妆品管理规定 我们也不能在上面写白转黑这三个字 白发转黑发的骗局并不少见 所以相关部门对于白发转黑发的广告宣传 以及网络平台的推广等各方面都采取了限制措施 一心想发财的诈骗团伙就采取了种种手段绕国监管 就是通过这个网上的这个小视频引流的 网上有这种很多 就是我们经常上网的应该也都能看到 就这种白发转黑发的这种小视频 他给你看到这个效果 那么然后比如说在下面留个言 那么就会有专人帮你加上微信 然后一对一聊 他没有办法在卖货的时候 直接宣传我这个产品可以白转黑 包括在网上京东岸销售 也这些产品因为没有哪个产品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没有那个产品直接跟你讲 我可以治疗白转黑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这样宣传 这也是国家相关的一些化妆品的规定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装自豪的产品 所以在宣传的过程中 即使他用主播带货的方式 也只是前期卖少量的 比如说护发素这种方式 或者是少量的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头发早白 然后对你调理身体的 他不给你宣传是白转黑的功效 这样他锁定目标群体 然后再去接触这些被害人 接着宣传所谓的中医黑发绕过监管 诈骗团伙在各个网络平台上 张开了一张大网 把有白发困扰的被害人扫入网中 哪怕被害人发现上当 犯罪团伙也准备了一套应对之策 就免费给他一套产品 就一套别的产品去用 不说什么 对 就有些客户 客户就一直要求退款 要求退款的话 我们就给他退 一般给他退70%到100%的钱 诈骗团伙作案时间近两年 有数千名受害者 掉进了白转黑诈骗的坑 那么五十几个团伙成员 为什么没有人主动退出或者举报呢 关键在于 干这个 有钱 还不累 以兴多少钱 以兴的话是三千块钱 平均下来你能拿多少 平均下来的话就七千八千 工作也不好找 就能做的就做的 就能过得去的话就先过去 比你以前打零工什么要轻松吧 是要轻松一些 坐在电脑前和被害人在线聊天 回答问题只要复制粘贴 基本不动脑 对诈骗团伙的业务员们来说 这绝对是个轻松不累的工作 而且碰上大客户月入过万 那是轻松的事情 那么这些业务员们有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做违法的事情呢 你啥时候开始意识到 这下我这是干的违法的事情 这种就像我们刚刚最开始聊到 就可能是在刚进公司的时候 这种想法是比较重的 就想法是比较多一点的 公司的话 大家好像都没有说 对这方面有什么反感 加上给到我们的培训 以及他们的一些 就推广渠道也好 还是产品也是 有什么厂家正规去生产 把诈骗团伙头目的解释 当做自己实施诈骗的挡箭牌 幻想着能够全身而退 可是最终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目前来说我们的主犯 因为数额是特别巨大 所以他的量刑应当是 法定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出罚禁 那么针对下面的主管 组长业务员 那我们认为在共同犯者中呢 相比较老板 吴某某他其实是起到了一个次要作用 其实是被组织 被指使 被安排 所以这些人我们都认定了重犯 那么他们的法定刑呢 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出罚金 日前 潜逃在外的团伙主犯 吴鹏已经投案自首 整个犯罪团伙开庭审判 已经提上日程 白发固然让人苦恼 但是千万不要乱投医 世上没有根治白发的良方 一定要擦亮双眼 不要盲目地倾信 网络上所谓的医师 如有就医需求 务必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 进行问诊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将会为您剖析热点案件 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